龙洲拔河赛在今年的全民运首创列为正式的项目 每一队选手15人 船尾和船尾用绳索绑在一起对拉 选手则是背对背往前滑 限时60秒 看哪一队能够将对手龙洲推向自己的水域就算赢 比赛是精彩可奇 华丽县政府所举办的109年全民运动龙洲项目 今年是加入了拔河比赛 龙洲拔河比赛以15人制 有如路上的拔河比赛 比赛具趣味性 又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划 又能够达到全民运动的方针 台湾第一次有这种龙洲拔河的赛事 主要是在大型赛会从来没有比过 那这个赛事是非常有趣味性的 因为它是要透过团体合作来两队的抗衡 那今年因为全民运在花莲 那所以各县市也派了不少队伍来参加 那在18号开始我们会正式去比赛 那龙洲拔河呢 它是要透过岸上要有一个牵引手 那再透过12个选手在水中滑 那去抗衡 那比赛的时间是两分钟为主 那看谁把对方拉过去就为获胜方 那比完之后马上就要换边 再去拔河一次 就两次赛事 对对对对 它一次要比两场 然后两场比完之后再依实际的比赛赛制 去从预赛开始 半决赛 然后数双淘汰制 那这一次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来办这样的一种 因为我们当时在规划这个赛事的时候 因为是全民运动 希望说全民能够参与 所以在一些比赛的时候 如果算直到竞速是非常的 竞技强度非常高 那拔河的趣味性会来得比较高 那因为牵扯到的是团队的彼此合作的默契 所以又可以从此在一个禁止的场地 去看到这个拔河赛事 我们想说它的亮点 它的激烈性都不亚于直到竞速 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 就会想说 这个拔河运动似乎可以把它带进台湾 让台湾在这个拔河龙洲 也可以做一个常态性的比赛 龙洲拔河赛 七名奖手以及鼓手 舵手、先银手共15人 让今年的全民运龙洲比赛 除了趣味性的龙洲拔河外 还有竞技龙洲 为全民运动达到全民运动的目标 记者林杰收方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夏天明 Dor apoy